目前全军63所定点搜治医院 开设搜治床位近3000张 一万一名医护人员投入了一线的救治 那么截止到昨天3月1号 武汉火神山 太康同地 富佑光谷等三所医院 集中收治地方重症患者3467人 自育了689人 全军定点搜治医院和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 累积搜治新冠肺炎患者达4450例 已经自愈出院1000例 在坚持科学救治的同时 全军医护人员注重加强自身防护 目前保持零感染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终于是凡程中 Feels�住的 依旧